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上一节呢,我们提到了通过Tampson构造 把各种简单的Tampson构造结合起来 我们会得到一个较为复杂的一个数据结构 就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叫做非确定性有限状态自动机 它一个显著的特点呢,就是这种状态机呢 它从某一个点出发有这种边,叫做Epsilon边 它表示当我处于某一个点的时候 我立马相当于立马抵达这个Epsilon边可以指到的这个状态点 比如说我现在处于点12,由于它引出了两条这个Epsilon边 这就相当于我处于点12的时候,我立马处于点2和点6 它们是同时处于,它们是同时抵达的 那么从点2开始呢,状态2开始呢 又有一条Epsilon边,抵达到这个状态点3 然后又有一条Epsilon边,抵达到这个状态点0 所以这就意味着,当我处于这个状态点12的时候 我可以立马抵达到点4,2,6,3,0 OK,这是这个我们的非确定性有限状态自动机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状态机呢,实际上对应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证则表达式,这个证则表达式呢 其中的D表示的是0到9这10个数字字符 那么上面这一个呢,表示的是D星点D 下面这一部分呢,大家看下面这一部分呢 表示的是D点D星 这样的话,那么根据这一个证则表达式 我们就构造了一个这样的非确定性有限状态自动机 那么我们看一看,通过给定一个字符串之后 比如说是1.2 我们怎么依赖于这个状态机来去识别这个字符串1.2呢 如果这个状态机能够识别输入字符串1.2的话 这就表明这个字符串1.2能够满足这个证则表达式的需求 OK,这是我们要构造的这个证则表达式引擎的一个核心内容 也就是要构造这个证则表达式的识别引擎呢 其实就是要构造这样的一个非确定性有限状态自动机 然后依靠这个自动机去判断输入字符串 是否符合这个证则表达式的要求 OK,我们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去识别这个字符串1.2的 那么在这个状态机一运行一处于次数化的时候呢 首先这个状态机会处于点12 那么刚才我们说过处于点12的时候 只要它引出的这个epsin边呢 就同时能够不需要吸收任何字符 就能够同时抵达这个epsin边所指向的状态节点 所以处于点12的时候 我们就相当于同时处于点状态点2和状态点6 处于状态点2的时候 我们又同时处于这个状态3和状态0 OK,那么也就是说处于状态12的话 我们就相当于同时抵达了 状态2,6,3,0 那么这一个过程呢 我们给它一个概念叫做epsin币包运算 写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的话 我们首先见到epsin,closure 叫做币包运算 那么首先对于这个点12的这个币包运算呢就等于12 然后是2,6,2,6 紧接着2的话又可以到3和0 又可以到是3和0 OK,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对这个12这个状态点了 做了一次币包运算 得到了后面这个状态底状态集合 这个状态集合叫做epsin状态集合 好,接下来有了这个epsin状态集合之后呢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读入的是这个字符1 所以要读入的是字符1 读入字符1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epsin币包集合中 有哪几个状态点是能够接收数字1的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面的话状态点0 状态点0在这里面有一条边拉出去的 它可以接收一个d 也就是可以接收一个数字 那么状态6也这里有一条边拉出去 接收一个数字达到状态7 也就是说从这里面的币包集合中 在我们给定的这个集合之中 6和0能够接收这个数字字符1 同时抵达这个状态 这个同时抵达状态1和7 那么状态1和7就可以形成一个集合 叫做转移集合 那么我们用一个这个符号来表示的话 叫做moon 这里面输进来的是这个 输进来的是这一个币包集合 然后后面写下来 那么它经过一个这个 读入一个这个数字字符之后 可以转移到的集合就是7和1 1和7 OK 那么这个这个函数叫做转移函数 那么这个转移函数呢 需要输入两个 一个是这个币包集合 以及这个转移的这个字符 然后得到的是转移的这个集合 也就是说我们从 这个整个状态点集合 12 6 12 2 6 3 0之中 6和0能够接收这个输入字符1 然后跳转到状态1 因为0接收到这个数字之后 跳转到状态0 6接收到这个数字之后 跳转到状态7 这样的话我们就达到了这个集合1和7 有了集合1和7之后 我们继续计算这个集合1和7的这个epsinal 币包集合 大家看一下集合1呢 状态点1呢 通过这个epsinal边呢 可以直达这个状态点3 那么其他的这个7呢 没有epsinal边 所以对他做这个epsinal币包运算的时候呢 我们对这个状态1和7做币包运算的时候呢 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1 7做一个这个币包运算得到的结果是1 7 还有这个是1出来是接点3 OK 接点3 好 大家注意看了 我们在这里面做epsinal币包运算的时候 这个epsinal的结果呢 必然包含他输入的这个集合 因为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epsinal币包运算呢 就是说不需要 这个再处于某一个状态点的时候 不需要输入任何字符 能够可以抵达状态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抵达状态1的话 那么显然不需要输入任何字符 我就能够状态 就能够处于状态1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epsinal币包结合运算呢 它的结果一定包含它的输入集合 OK 那么也就是说 在给定这个两个状态1和7的时候 它能够同时处于的状态就是1 7和3 因为从这个节点1开始 哦 还有一个0 哇 还有一个0 那么这个1呢 可以通过一个epsinal边抵达状态3 还可以通过这条epsinal边抵达状态0 但是7呢 它就没有这个epsinal边 所以这时候呢 它这个7呢 就没有直接可以抵达状态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必包集合是1730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读入的是 得到这个1730之后 我们要接下来 我们要读入的是这个 第二个这个字符是点 读入的是点 大家看一下1730里面 哪一个状态能够接收这个点呢 那看一下一个是这个3 对吧 这个3接收到这个点的时候 跳转到状态4 然后7 接收到这个点的时候 能够跳转到状态8 所以这个1730 所以这个1730接收点之后 得到的转移集合就是3和8 我们写下来 这里是1730 好 这时候我们接收一个点 然后他得到的这个转移集合就是这个4和8 OK 4和8 因为在这里面3可以接收点 这里面可以接收这条边接收点 直达这个状态4 这个7呢 接收这个点直达状态8 OK 有了4和8 那么按照上面这个运算 我们再对这个4和8 做一次这个epsinal必报运算 大家看一下 点4呢是没有这个出去的边了 出去的epsinal边了 点8就有 点8的话有一条epsinal边 达到的是状态点11 那么状态11又有一条epsinal边 进入状态13 OK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我们做这个epsinal必报运算之后呢 epsinal closure 这个是4和8字 做必报运算的话 得到的集合是什么呢 4和8肯定要在里面 好 得到的是4和8 然后4呢 没有出去的epsinal边 8呢 有一条边出到11 然后11又有一条epsinal边出到13 水之后面还有两个状态 11和13 OK 就得到了这个 OK 得到了这个必报集合 是4 8 11 13 OK 好 大家注意看了 这个必报集合里面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状态13 在这个集合之中 那么状态13是什么呢 大家看这里是一个接收状态 也就是说在此时 这个状态机由于它能够同时抵达4 8 11 13 这也就意味着此时我们的状态机已经能够进入到接收状态了 进入到接收状态的话就表明我们这个正值表达4能够接收当前输入的字符串 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字符串如果是1点没有这个2的话 只是1点的话 那么这个1点这个字符串也是满足这个正值表达式的 因为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个非确定性状态机能够抵达这个最终接收状态 所以字符串1和这个点 字符1和点组成了字符串是可以被这个正值表达式识别的 当然了现在由于我们还有一个字符2这时候所以这个状态机还需要继续往下处理 我们看一下这个 Epsilon必包集合481113 它里面有哪几个点可以接收这个字符2呢 大家看一下4814 4在这 4可以接收字符2 它到达了点5 然后8 8 哦 这里面还有个9 8 9 这里面还漏了一个状态 OK 不好意思 这里面还漏了 因为这个8通过这个Epsilon边可以到达9 也可以到达11 到达13 好 所以这样的话 这里面状态9也能够接收字符2 所以说在这里面在我们整个Epsilon集合之中呢 489 11 13之中呢 4可以接收这个字符2 9 也可以接收字符2 因为4接收这条边接收字符2 可以到达状态5 9 通过这条边接收字符2 可以状态10 也就是说这个集合489 11 13 那么他的这个转移集合当输入是在读入一个2的时候 他得到的转移集合是5和10 我们看一下得到的转移集合是5和10 所以得到的转移集合是5和10 所以得到的转移集合是5和10 可以进入的转移集合 可以进入转移集合 可以进入转移集合 可以进入9 又可以进入11 又可以 然后11又可以进入13 所以我们对这个下面这个集合 是5和10 做必保运算的时候 首先5和10肯定要在结果之中 简介着5由于有一条epsinal边可以进入13 所以我们把13听到这里面来 那么10状态10的话 有epsinal边进入到11和9 所以要把11和9加进来 那么11呢 由于通过epsinal边可以进入状态13 由于状态13已经在这里面了 所以我们就不写进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达到了一个这个 此时的这个状态机的运行呢 就可以同时抵达50 13 19 这5个状态 那么这时候呢 当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字符都吸收进来之后 我们的状态机最终可以抵达一个接收状态 也就是最后这个状态13 这就表明当前我们的这个 状态机所对应的状态表达式 能够匹配现在输入的这个字符串 OK 那么所有的这个步骤呢 就是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如何通过一个这个 非确定性有限状态机 去识别这个字符串的流程 在这里面 大家必须要注意两个这个概念 一个是这个epsinal避包集合 epsinal避包集合指的是通过一个这个 节点 它通过一个节点 在不需要吸收任何字符的情况下 它能到达哪些节点的集合 那么也就是说 在某一个节点之后 通过这个epsinal边 所能够便利到的节点 那么这是一个这里面 我们要运用这个NFA去识别字符串中 一个重要的概念 第二个是这个转移集合 有了这个epsinal避包集合之之后 当输入一个字符的时候 我们要从这个避包集合中 查看哪几个状态点 能够接收输入的字符 然后跳转到哪几个集合 说哪几个状态点 所构成的集合 那么跳转的状态点 所构成的集合 例如这里面选中了这个集合 叫做转移集合 当一旦 我们所有的这个字符串 输入字符串 所有的这个字符 都输入到状态机之后 那么状态机 最终处于这个状态 含有这个结束状态 接收状态 或结束状态的时候 那这就表明 这个字符串 能够被我们的状态机所接收 能够被我们的状态机所接收 就意味着 这个字符串 是能够跟我们的这个 正值表达式匹配的 OK 这就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 当我们用这个 汤姆生构造 所形成的这个 状态机 是如何去识别输入字符串的 OK 那么整个这个正值表达式的 这个引擎的基本原理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从下几节开始呢 我们将用代码去实现 这里面我们所描述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算法原理 我们会用代码去构造这个节点 然后怎么看 怎么用这个代码去通过这个 他们说构造的办法 如何构造出一整个这个 非确定性有限状态自动机 有了这个非确定性有限状态自动机之后 我们再看一看如何用代码 驱动这个非确定性状态机 去识别输入的这个字符串 这就是我们后面的内容了 OK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迪斯尼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